臨時天海沒亮 男子站在便利商店外頭 這是一名保全走上前攀談 但雙方似乎聊得不太愉快 保全甚至伸出手做事 要掐住對方脖子 直接被撞碩的男子一把推到馬路邊 接著雙方扭打在一起 下一秒男子卻雙手撐著膝蓋 快要喘不過氣 進擊送醫後宣告不致 好啦 你現在就是殺人位 所以先行辦 警方到場 直接動手的保全 雙手沾滿鮮血 立刻將他逮捕 雙方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 要這樣痛下狠手 原來死者也是保全 朋友透露死者經濟狀況不是太好 平時還要照顧媽媽和住院的哥哥 警方進一步調查 發現雙方根本就不認識 工作地點都在蘆洲 只差了兩百公尺 大年初三陳信保全喝得醉醺醺 在路邊看到送信保全也穿著制服 想要挖腳 看對方不理他 一氣之下拿出鑰匙攻擊頭部 造成送信保全頭部撕裂傷 在送醫途中就已經沒了生命迹象 官方的發生口角推擠 被害人不知倒地 全案依殺人罪 將犯嫌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陳信保全過年下班後喝得爛醉 酒測值高達1.22 酒醒後才發現釀成大禍 現在後悔也來不及 華視新聞 廖婷羅大瑋新北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